新北市中和泰河街在上午金船民宅火警 相伯多人赶到现场 破门灌就控制伙势 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但是住户赖姓男子 一次是不满消防人员询问资料时态度不佳 再加上铁门因救灾被破坏 竟然失控拿刀追砍消防队员 把邻居吓坏 街上拿长刀朝消防员追杀 恐怖回刀一路狂奔 旁人发现想上前阻止还是拦不住 招回刀的消防员不断倒退闪躲 最后惨衰坐在地上 其他消防弟兄趁机冲上前 并且报警处理 当街回刀朝人追砍 附近邻居看到都傻傻 警局就失控了 环境下的 没有看过这种事情 事件发生在新北市中和区泰河街上 6号早上一出民宅发生火警 消防人员到场赶紧破门灌就 没有人员伤亡 但后续在询问住户资料时 51岁赖姓男子认为消防队员态度差 又想到住家铁门被破坏 突然爆气拿出身上的折叠刀 第一次被同住友人阻止 但他还是气不过 又冲进屋内拿长刀追砍 招压制 造成消防员为闪躲而跌倒受伤 现场立即将范贤压制 上号代反所侦办 全案巡后依杀人未遂 妨碍公务等罪嫌 以请新北地检侦办 说信遭追砍 消防员只有轻尾擦错伤 住家熄火已经够烦门 如今迟到追砍消防员 家也不用整理 先进警局 结果彭玉逢号也新北报道